神州名胜满目营 文石古迹任远行 大家好 我是任远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山东省落陵市的王母殿村 大家都知道 碧霞祠礼供奉的是碧霞援军 也就是泰山奶奶 而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是碧霞援军的顾礼 那么这一期啊 咱们就去探寻一下 这里有什么神奇之处 我们现在所处的王母殿村 就是碧霞援军故里 原来的古建筑 始建于宋真宗时期 根据传说 清朝乾隆皇帝三下江南 曾经路过这里 并挥豪泼墨 写下泰山奶奶之神帝的金牌匾 后来历经兵险 现在的真迹啊 已经不存在了 古建筑也没有了 但是这边新修了一处建筑群 骑上匾额 碧霞援军故里 这也是一个景区 这样我们进去看一看 景区的门票是20块钱 进入大门之后啊 旁边有些配套建筑 边角上边是钟楼和鼓楼 钟楼县上的建筑 是碧霞祠和王母殿 旁边有六个偏殿 景区的面积啊 也算可以 融合了如是道三种文化 当然啊 这些都是仿古建筑 接下来咱们就借地叙事 聊一聊 碧霞援军 国内民间素有北援军 南妈祖的说法 指的就是碧霞援军信仰 主要在北方 而妈祖娘娘信仰 则主要在南方 虽然有地狱之差 以及神位之别 但同样都普渡众生 舍己为人 成为国内文明于世的保护女神 泰山女神被封为天仙圣女 碧霞援军 传统的说法 是宋真宗的家风 陛霞指的是东方的日光之侠 援军 则是对道教女神的尊称 一直到明中期的弘历 正德年间 陛霞援军的封号 已经非常普及 并且通过民间宗教 利用宝卷的形式传播 从而让广大的民众所熟知 大家应该知道 最出名的陛霞词啊 在泰山 并且可以说 有求必应 心想事成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 关于泰山奶奶的来历 却有很多说法 随着陛霞援军影响的扩大 以及在民间的普及 有关陛霞援军 绅士的各种说法 就应运而生 1929年 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罗湘宁先生 曾在国立中山大学的 民俗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长文 陛霞援军 文中对陛霞援军的来历 一共归纳出了四种说法 一个是冬月大帝的女儿说 第二个是皇帝 遣妻女 西坤真人说 第三个是华山玉女说 第四个 便是民间凡女 德仙说 当然我所了解的 还有简笛说 原始部落首领说 天神分器 化身说等等 而这边流传的一种说法 就是陛霞援军的真名 就叫陛霞 是战国时期的魏国公主 因为身处在皇室里面 所以受到 孔子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然后对儒学很有研究 后来因为喜欢老子的道家思想 又开始学习道家的学术 并且研究医学 所以啊 然后到了这个秦国灭了魏国之后 这个陛霞和他的妹妹 也就是毕仲 就搬到了这个烙灵的魏王城 就在这个城的东北啊 就修起了王母殿 也就是现在咱说的王母殿村 然后就在这里行医 为人们治病 然后就教育这边的人 一定要有信仰 所以啊 他就慢慢的成为了 这个道家与儒家的杰出传人 后来啊就去到了泰山讲学 所以啊 就被人称为泰山女神 或者就是陛霞园君 老百姓啊 就叫他泰山奶奶 关于陛霞园君来历的各个说法 是陛霞园君信仰的内容之一 皇帝所谴玉女说 简狄说和部落首领说 都源于祖先崇拜 玉女 简狄 部落首领 都是远古社会的英雄 士族的祖先 由于对他们的崇拜祭祀 而形成了陛霞园君信仰 继承了原始宗教四祖的传统 玉女说中 玉女所赢西昆真人 就是西王母 玉叶说中也提到了西王母 泰山山前有王母持道观 山后啊 有玉寒山 传说这两处地方 都是西王母神府 而西王母是掌管女仙名级的最高女神 天仙神女分器化身说 是援君信仰鼎盛时期 流传最广的说法 援君为诚恶度人 由神啊 而化为人 再由人修炼成仙 这是典型的道教神仙思想 总之啊 陛霞园君的来历 众说纷纭 反而适应了社会各阶层 各自的信仰需求 但同时也形成了历史上 道教 民间和帝王 士大夫 对陛霞园君信仰的差异 明清两朝 上次帝王皇室 下道村芒民夫 无不宠死园君 陛霞园君信仰如此兴盛 其实他的实质啊 是明清时期 社会各阶层 普遍的求助心理反应 而援君的侄私也随着相克的意识而扩大 由最初主管妇女和生育问题 发展成为了护国幼民 普济群生 陛霞园君信仰的平民意识 构筑起他雄厚的社会基础 既是对现实世界人们生活欲望的肯定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 特别是妇女对未来幸福的追求 从古老的泰山士族祖先 部落首领的传说 到秦代丞相李斯 所似的神州姥姥 再到唐朝女官张炼师所似的援君 一直到宋真宗所奉的玉女 我们可以看出 对陛霞园君信仰 随着社会的发展 而无时不再发生的演化 不断的适应着人们的信仰需求 这就决定了陛霞园君 能为更多人们所接受 从而就导致其信仰的世俗化 其实人们在探究 这些神奇的信仰起源时 总是在说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其实每一个说法 它的形成 都是在当时的那种经济性 文化性 思想性 再加上政治性 在这么一个大范围的文化背景之下 而形成的 所以我感觉没有必要 去论述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只要知道陛霞园君 是道教的一个女神 就可以了 这个蕴藏的 就是道教对女性的崇拜 那么反过来说一句 道教为什么对女性这么崇拜呢 大家要知道 一学有三叔 连山 龟藏和周易 这个连山 它是以根挂为首 这个根就代表的是山 然后龟藏 是以坤挂为首 这个坤代表的是地 周易是以钱挂为首 钱就代表的是天 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龟藏 它是主阴的 然后这个周易 才是主阳的 正好啊 这个龟藏的主阴 就是道教这些思想理论的 一个形成的基础吧 说的通俗一点 陛霞园君信仰体系的核心 就是主生思想 泰山的太字 在周易太挂中 是这样解释的 天地交 而万物通也 而在五月之冬 泰山是冬月 东方是太阳出生的地方 按五行属木 四十为春 五常为人 八卦属镇 而二十八九为苍龙 镇与苍龙 都是帝王出生 腾飞之地 于是东方主生的思想 就具体到了泰山 泰山啊 就成为了天地大德 帝王腾飞的地方 泰山为东土 查木德 而玉女昆志为水 简单的来说 只有水灌溉土地 树木啊 才能更加繁茂 并且这种主生思想 与妇女问题联系在一起 人们便认为 援军主宰 生儿玉女 古代的中国认为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所以啊 有无子嗣 变成了当时社会的 一大问题 但随着 风扇智的善变 和明太祖 去掉泰山神的 历代封号 泰山神 东越大帝的地位 相对降低 陛下援军的社会影响 则更加突出 东越大帝 始终属于国家四脸 只有天子和帝王 才有资格祭祀 而陛下援军 则不然 他慈祥端庄 和蔼可亲 无论是帝王 还是百姓 都把陛下援军 当做自己的保护神 朝拜祭祀 所以啊 从明清开始 陛下援军信仰 在泰山信仰中 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就像现在的平民老百姓 去泰山 都会拜一拜泰山奶奶 有几个会去拜 东越大帝呢 而咱们现在所处的这里 到底是不是 真的陛下援军顾礼 我无法断论 毕竟这里有这样一个传说 并且朝代 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我一概都是借地叙事 不变真假 这样陛下援军的故事 我们就算讲完了 好了 陛下援军顾礼啊 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